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下面请容许我 请来自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罗志光先生和来自澳门特别行政区的朱玲玲女士 分别介绍香港特局和澳门特局执行公约的情况 罗志先生请 谢谢主席 各位委员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一直锐益保障人权并致力遵守禁止酷刑公约以及其他适用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国际人权公约的规定及承诺 香港特区基本法为充分保障特区居民和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奠定见识的基础 普通法 香港人权法案条例和其他法律也提供了广泛的人权保障 另外 香港特区依照基本法的规定 享有独立的司法团和终审权 我们已经就委员会提出的事项清单做出书面回复 当中罗列了 自从2013年递交布告后所推出的新政策及法律 在这里也不再重复 不过 我希望旧委员会关注的几个重要范畴 汇报自香港特区提交上一份报告以来的情况 香港居民根据基本法享有集会 游行和世卫的自由和权利 2014年 香港的公众集会及游行超过6800宗 香港警方一直致力便利 合法及和平的公众集会及游行 训练举行 同时 也努力减低这些活动对其他人的影响 以及确保公共秩序和公共安全 如果有任何违法的行为 警方是有责任执法 维护法纪 警方有严谨的武力使用守则 所使用的武力都是根据当时情况所需 为了完成合法任务 而必须使用的最低程度武力 去年 香港发生了为期79天的非法占领事件 为了避免发生大规模的冲突 香港警方一直以十分容忍 克制的方式来处理 示威人士非法直接及非法堵塞道路的违法机会 事件也最终以一个和平的方式结束 此外 香港逍遥完善的投诉警察制度 独立监察警方处理投诉委员会条例 于2009年6月生效 使监警会成为独立的法定机构 拥有法定权利监察警方处理及调查投诉工作 确保市民对警务人员的不满得到公平和公正的处理 监警会也会按他的法定职能向警方提出建议 以完成他的工作程序 警方也在今年采取多项措施 增加市民对警务工作的了解 减少了误解而远生的投诉 事实上 在今年首三个季度 香港警方收到的虚汇报投诉个案 较去年同期下降了26% 香港警方也一直尊重被记录人士的权利 及致力改善他们的待遇 被记录人士可单独与律师会面 警方也会向被记录人士提供膳食及个人卫生包 以及为他们安排施死或淋漁 香港警方至于2008年检讨基留管理政策 并已改善了基留设施 包括与淋漁间加装野门与保障私营 改善通风及加装方向指标 与切合宗教人士的需要等等 警方也更新了基留守查指引 以及把适用于基留人士的表格和通告 换议成为15种小数 小数注意的语言 加强保障被记录人士的权利 在处理免遣返申请方面 特区政府在2009年改善审明和机制 处理根据禁止库刑中约第三条提出的 免遣返申请 改善措施包括为所有申请人提供 公非法律支援及法及翻译服务 设立独立运作的上书机制 以及加强对所有处理案 个案的人员的培训等 也确保程序符合香港法院 所要求的高度公平标准 香港特区立法会后来在2012年 修订了入境条例 为审核程序提供法律基础 包括成立法定的酷刑 乘申请向上书委员会 2014年特区政府推出统一审核机制 按上书的程序 一直过审核除了酷刑以外 其他以残忍不仁道或有入人格的待遇或处罚 以及将会受到迫害的等其他的理由提出的免遣法 另一国家的申请 可以说 总一审核机制的范围 已经超越经济库刑公约第三条的要求 特区政府也会向所有申请人提供人道援助 包括租屋、食物、衣旅、日荣品、交通津贴、公共设施津贴、医疗及未成年人的教育等 确保他们在等候审核期间不会陷入困境 2014年经检检讨后 香港特区政府商调了租金和食物等方面的援助金额 并提供租金、按金以及中介费用 2015年 我们也引入了食物券取代食物、食物援助安排 满足申请人数量大幅上升 我们会检讨审核免遣法申请的各个环节 研究是否需要修订法律 确保程序达到高度公平标准的同时 可以加快审核申请 让有真正需要的申请人尽快获得免遣法的保护 在保障家庭暴力方面的受害人的方面 特区政府于2008年和2010年 两次的修订家庭暴力条例 把相关条例的适用范围扩展到前配偶、前同居男女 直系及延伸家庭成员、同性同居人士以及前同性同居人士 在性别承认方面 特区政府于去年成立了由律政司司长领导的 性别承认跨部门工作小组 详细检视与香港变性人士有关的法律议题 包括比较其他国家的相关法律、判例和制度 并研究合适的改革建议 在研究过程中 公职小组会见了不同的执分者 听取他们的意见 公职小组将会就这个课题进行公众咨询 与先生各位委员 我们乐意向委员会解释任何疑问 尽力的就所提出的问题 提供完满的解答 谢谢 专政的主席 专政的共同报告员 专政的各位委员 禁止步行和其他残忍、不人道 或有误人格的待遇和处罚公约 是适用于澳门特区以来 一直得到澳门特区政府的高度重视 并透过法律及不同的政策措施 以确保公约在澳门特区得到有效的执行 在法律方面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竞争区基本法 保障澳门特区居民和其他人的权利和自由 而第28条明确禁止私行复行 或予以非人道的对待 相应的 刑法典第234条至236条 对酷刑犯罪作出处罚 事实上 澳门特区保安部门的内部亏章及工作亏章 也定名在执行职务时 必须确保市民不会受到公约所指的各种残忍或不能道对待 针对警务人员的品格、行为和合法性或在执行职务时涉嫌出现的任何不当情绪或缺陷等 市民可透过多种途径做出投诉 包括将保安部门几率监法委员会、联政公诉及保安部门 从而精神有效的监控制机制 以确保市民不会受到公约所指的各种不良对待 自2008年 联合国禁止执行委员会审议澳门特区政府首次离约报告以来 澳门特区政府在委员会接任性意见的基础下 接力完善各项专官的法律和政策措施 以进一步落实公约的各项规定 不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首先 澳门特区政府于2012年修改了联政公诉的体制 作为监督人权状况的独立政府机构 修改组织法后加强了联政公诉作为绅数官员的职能 强化其回护人的权利 自由与劲振荡利益 以及确保公共平正的公正和发性与效率的功能 此外 澳门特区政府分别于2009年及2012年 通过了第1.2009号法律 以修改法律和法院的运作 和第13.2012号法律司法允住的一般制度 明确规定任何人均有权运用法律 向法院提起诉讼及获得司法补救 不得因经济不足而拒绝实现公正 为此将可获司法允住的申请人 由澳门居民及澳门策略的法人 抗产至外地部员 及其在或特别居留许可的家团成员 或澳门特区承认的难民 留学生 定居申请人 及其他法律规定有权获得司法允住的人 从而加强保障个人诉诸法律的权利 在加强保障妇女及儿童方面 澳门特区政府于2007年 策略了组合贩卖人口措施关注委员会 并通过了第6.2008号法律 除了加强打击贩卖人口犯罪外 亦建立了对受害人做出云术的传面机制 此外澳门特区政府于2010年 于蒙古国政府签订了打击贩卖人口的协议 并与其他国际组织保持密切联系 以打击贩卖人口等夸警犯罪活动 为了加强打击和防治家庭暴力 澳门特区政府炒以了家庭暴力防治法草案 并以或立法会一般性通过 宪政进行细节分析 上述法案以保障和援助受害人为要点 透过跨部门和民间服务机构的有效协作 建立具机动性和高效的合作机制 向受害人提供适当的帮助 同时 法案已引入独立的司法保护措施 让公权力能够及时介入 对加害人实施紧急强制措施 使受害人能够尽快脱离危险环境 在加强儿童保护方面 澳门特区政府十分重视委员会 于2008年审议时做出的建议 为此 法案是市长于2009年作出批示 对于16至18岁以下的筹犯 澳门监狱部会采取 第4094M号法令 第65条及第75条所指的 单独筹禁的隔离措施 自该批示发出以来 从未对任何未晚18岁的筹犯 实施单独隔离的纪律处分或单独筹 同样的 法务局局长易于2009年发出批示 规定少年感化院只可在晚间 安排违反纪律的院生入住 个人寝室 但不需让相关允生 在日间与其他院生一起参与平常的学习和活动 总括而言 为更好的执行公约的各项规定 澳门特区政府将继续完善相关的法律和政策措施 预防和遏制互刑犯罪 以及促进人权的保障 谢谢主席 谢谢各位委员 主席先生 中国代表团发言完毕 谢谢主席先生和各位委员 我们很赞赏你们的报告 以及提供了一些情况 介绍了一些新的信息 对书面的答复做了一些补充 我们现在就开始请委员会成员 报名发言 然后看来再觉得每个人可以有几分钟时间发言 请举手 委员会的秘书 请记下 请记下转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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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还有在标准 我还有在标准 Mr.Bruni Bruni Doma Gayye Gye Bramala 夫人 和委员会主席您本人 有八个人报名 同事们 根据我们的程序 报告员 第一发言 我们鼓励他对这个互动对话 做出贡献 提出一些评论 也讲到对第一到第九条提问 第二号报告员 Motvig 就是在10到16条提问 实际上有些问题可能是有交叉的 这两个报告员提的问题 有时候会从不同角度谈同一问题 然后委员会的每个成员都有八分钟时间发言 报告员有二十分钟时间 每个人 然后香港和我们最后在晚些时候再讨论 我要重申 我们热烈欢迎你们参加会议 我们已经有了书面的答复 也听取了你们的介绍 我们相信我们会很好的 认真研究你们所说的新的发展 我会严格实时时间的 是时间的要求 在时间到了以后 我会提醒人们 讲话的时间限制 而我不想再浪费时间 我就请多谢先生发言 谢谢主席先生 我要热烈的欢迎 一个来自中国的一场大的代表团 这个团包括了香港澳门的代表 我立即提问 因为时间有限 我们还有一些问题需要处理 我们认真地研究了向委员会提交的答复材料 也就是在报告 这是之前提出的答复材料 我们注意到在一些领域取得了进展 但是还有一些担心 首先是从酷刑的 在立法中的定义问题 大家都知道 我们非常重视这一事项 但是我们上一次的 纪念学意见的建议 也是要求 将酷刑的定义 列入中国立法 这种立法定义 应该完全符合公约第一条的要求 我们重申 在上一次的纪念学意见中 重申 地约国没有在国内法中纳入 完全符合公约第一条要求的定义 酷刑定义 我想知道地约法政策 就是什么步骤 将酷刑定义 纳入国内立法 这种定义完全符合公约的要求 大家知道在上一轮的纪念学意见中 我们还建议 地约国应该包括 酷刑的定义范围 包括所有的内容 包括任何类型的歧视 地约国是否有意图 将这些内容 将地约条子的这些内容 包括在国内立法之中 请更详细地说明 地约国如何将任何类型的歧视 纳入酷刑定义 我们单约247条和刑事状法的43条 以及最高检察院的有关 读者和维权 在行事上上读权这种规则 限制了拘留所的官员等等的行为 但是这却并不包括其他 以官方身份形式的其他人员犯的罪行 这种行为是在公共官员的许可 所说实和教授上所做的行为 这种行为没有包括在这种规定之中 另外在上一轮的经济学意见中 建议地约国应该确保 非司法工作人员 或者是非拘留所工作人员的人 却以工作身份工作 却带到工作人员的说实同意下 所做的工具 他们也应该被起诉 我想知道第一个国正采取什么措施 使那些以官方身份形式 可以受到酷刑的起诉 酷刑的起诉是否扩展到一些 以官方身份形式的人 除了执法官员和拘留所官员所示范围之外 现在我谈一下刑法 第一国报告说 在2014年对刑法的修正案 但修正案却没有直接谈酷刑的定义 第一国也指出现有的刑法的各种条款 已经包括了公约中的定义的各个方面 第一国是否准备进一步修正 现行的刑事立法 以扩大目前酷刑的定义范围 另外一个重要问题是 是精神折磨 我们担忧酷刑只涉及身体的虐待 却并不包括严重心理伤害痛苦的内容 在中国的法律 这并不包括心理伤害 我要指出 如果造成心理伤害给某个人 通过酷刑造成心理痛苦 那么司法将会惩罚这种负责人 这是只按照身体伤害 就是器官伤害的罪行来处理这些人 我要提一提 最高人民法院在2012年颁布了一个司法解释 他首次承认造成严重的心理伤害 作为一种酷刑 但是司法的解释并没有具体的规定 哪一类类型和行为构成这种心理伤害 比如说长期的剥夺税民 这种做法 剥夺税民这种身上还是活法 我想知道采取什么措施 来确保这种严重的心理伤害 也包括在刑事罪名之中 还有一个酷刑的内容 就是要刑性逼供 我们担忧 这种条款 并没有涉及那些 除了获得口供之外的其他目的的酷刑 如果酷刑并不是为了获得口供的话 不仅仅这个目的 那也可以进行刑事请诉 取决于它的情节 根据相应的刑法规定来请诉 故意的施加身体上的伤害 或者非法的拘留等等 缴大酷刑的定义 也包括那些 并不是为了获得口供而做酷刑的 其他目的的酷刑内容 另外一类就是有关藏民政治犯的问题 中国刑事诉讼法第18条 明确地禁止使用酷刑 并将酷刑的使用当中一个罪名 此外18条还进一步说 应该这种罪行要立案 供检查案 供检查 请告诉一下 据证明的这种案子 有多少数目 有设案人员有多少的 第二条 我想看预防酷刑的措施 安全保障 这是我们工业的核心 更具体的是说 要有医生律师 以及家庭访问和亲属的访问权问题 建议上一次的基督区意见 请介绍一下你们采取什么措施来预防 拘留中的酷刑和虐待 特别是要让拘留者迅速的审判 以使他们能够对他们的拘留的合法性进行提出质疑 他们最多拘留30天 这是符合国际标准要求的 最多只能拘留30天 现在有什么问题 那么最长的拘留时间 一个人可以被拘留 就在审权拘留 拘押后审最长多少天 有什么障碍 妨碍了大陆的做法 与国际接轨 另外请介绍一下统计数据 有多少人超期群压的人数 您在回答微提清单时 政府指出有一些案件 这些案件是由公安部门来处理 有可能的话也可以延长拘留区 拘留期 那负责人 这个县一级的负责人 公安机关或上述线与上机关 可以批准延长这个拘留区 请介绍一下这个程序怎么运作 有什么措施来确保这个程序不被滥用 有没有独立的报告机制 帮助那些被剥夺自由的人 请评论一下 警察的拘留依然超过了30天的羁压做法 我们收到报告显示 甚至羁压期可以超过37天 有些什么机制来登记 所有的激留者和他们的所有的省钱羁压的 激留区的那个记录 目前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数据 你们的答复指出 当地的公安机关也采取标准化的重建 就特别设施的维修 重新安装了电子监督设备 在这个警察所建立的这种监督电机多 2012年末90%的警察局 已经完成了这种装修和重建 请您介绍一下政府已经采取什么措施 确保警察满足各种要求 就是对所有讯问都要进行深向录像 如果没有做到有些什么 这方面有什么障碍 妨碍了这种录像 关于国家答复的第31段 报告员在后续根据的信函中表示 第一约国说中国声称 拘留者的记录 包括了实际的拘留 正式拘留和逮捕的时间 压送拘留员的警员 以及做记录的经办人 请指出有多少登记人员 被登记在你们的注册中 另外有多少个拘留者 包括在这个登记系统之中 他们百分比多少 您能否告诉我们被决定者的签索 能否查阅这些记录 另外就是他们是否都遵守 这种记录的要求 如果不遵守这种登记的要求的话 那么有什么处罚措施 另外就是要确保警察能够要迅速的 或者司法部门 就是在那个记录中 要允许要记录那个登记的登陆事件 另外是否允许特别报告 也访问中国 另外一个问题 同样就是独立的医疗体检 就是在收压的时候 要允许他们接受独立的体检 我们想知道这方面有什么安排 另外这个拘留者是否自己选择体检 医生有事件报告说 这方面依然是重要的问题 自己选择医生做体检的这种要求 并没有在实践中落实 另外有什么办法 确保医务人员能够在 不在警察的监督下做体检 被拘留者 在一个就是有些人报告 就是新收压的拘留人员 在记录所负责文件的那些警员 他们也要求包括医疗记录 有什么方法来确保 他那个医生如何秘密的报告 所发现的酷刑的一些迹象 或者病症 同时不会受到报复 另外医生和护士的治疗问题 就是请解释一下 那个拘留所中死亡的情况 有些被拘留人员 无法接受医疗的治疗 因为根据我们一些报告 有这种说法 这于获得律师服务 法律服务 这是一个有效的防范酷刑的手段之一 我请您介绍一下 有什么机制可以允许被拘留者 迅速地获得自己选择的律师 能够在询问前后 能够得到律师 就是有时候初步的询问 我们有些报告显示 在警察初步询问中 要获得律师的话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请您介绍一下 有哪类的案件 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罪的类型 因为这种罪行 常常被用来拒绝 它及时获得律师服务 律师与客服务合作 被指控为危害国家安全 你们的答复者也提到这一点 请您解释一下 有什么批准程序 谁决定这一事项 根据什么标准做决定 要介绍一下 提交申请批准的数字 有多少这样的申请被批准 有多少被拒绝 以及拒绝批准的理由是什么 因为这方面报告 大幅中没有这方面的信息 另外如果被指控为 危害国家安全罪 他们这次犯罪就无法获得律师 如果律师要求会见客户 如果客户被指控为危害国家安全罪 那么警察是否要监督律师与被拒绝者的会谈 我们有无数的报告显示 刑事律师不愿意接受一些警察虐待的案件 或者是无法代表客户的承受 或者是辩论 因为受到警察的压力 他们也担心出怒当局 如果律师对警察提出质疑的话 会有后果 就是这个刑法 就是说有刑法规定 就是如果律师被指控 删冻刑人捏造 或者是改变供词等等的话 他们会受到惩罚 李庄这个律师 由于他 这个由于客户受到酷刑 而受到虐待 这是一个典型例子 你能不能解释 刑法306条的内容 中国都采取了什么措施 保证律师不会遭受报复 不会由于这个 在这个条件下 这个条款下指控 顾行而遭受报复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防止这个虐待的 一个保证措施 即通知家人 而且这通知需要在 鸡留24小时之内进行 刑事诉讼法第83条 可以终止这个通报家人的条款 这些在你们的答复中都说了 而且这个条件是 如果他会妨碍 侦查 如果警察认为 他妨碍侦查的话 就可以不通知这个家人 这个程序有没有什么监测 有什么保证措施 防止 执法人员滥用 在贵国报告中 你们指出 刑事诉讼法83条 要求被关押人的家属 在这个人被拘留之后 需要24小时 得到通知 除非无法通知 或者如果这些罪行 威胁国家安全 或者有恐怖主义行动 而且通知会妨碍增长 为了防止滥用这个条款 这个人民检察院规章133条 和处理这个刑事办案 规章第123条 明天指出 在什么情况下 意味着不可能通知 什么情况下意味着会阻挠调查 如果 国家安全 在 刑事上很少使用 为什么有很多 被居家人的家人 无法在这个刑事法下 得到通报 不通知这个家人 最长的时间能有多长 此外 请您谈一下 在现在汇报期间 有多少诉讼 是由于家人 没有得到这个 被拘留的通知而引起的 有什么审查结果 有没有人受到惩处 此外还有报告说 在所谓 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中 以及 14年到15年期间 有些 治不通知见者 在无法和外界 联系的情况下 被关押三个月 请您谈一下这情况 还有 中国 禁止 使用不符合公益规定的 这些 警局 包括老虎 邓 和其他的刑局 我们还收到 报道说 使用固形和虐待 在黑域里边 特别严重 叠国拒绝承认 有这样的 措施存在 更不愿意提出任何 补救措施 帮助被关的人 中国打算采取什么措施 保证所有的居留 都是在正当的 居留环境 设施里面进行 而且有定期的监测 此外 还有受害者和新闻媒体 报道说 双规的受害者 实际上是一种 司法外的处理方法 这是中国 司法官员经常采用的 请您谈一下 双规的设施的情况 司法官员委员会 以前所提出的结论 你能不能谈一下 各国都采取什么措施 修改那些影响律师独立性的条款 包括刑法306条 和刑事诉讼法的39条 还有 对刑事诉讼法309条的修改建议 同时请你们谈一下 采取什么措施 去 反对不争当的 干涉这个维权律师 特别是在他们 在法庭刑事辞责的时候 例子 王光让 在2013年4月 在法庭被关押 指控是说话太大声 请您解释一下 这是在什么情况下 违反了这个法庭的规则 胡梁素 在作为一个 辩护律师刑事职制的时候 也从法庭上被拘据出去 请您解释一下 他有什么不当的行为 他仅仅是这个 辩护了自己 这个被关人的权利 还有张克克 他由于替客户辩护而被 驱逐 还有 法庭是什么理由提出要 把他 驱逐出去的 还有法庭为什么说 不能够审理这个 法轮功的案件 这怎么能够符合 中国司法公平的这个说法 还有我想问有没有独立的这个 上诉机制去审查这个 吊销律师行业制造和官员的问题 还有怎样保证在这些法律程序中 法官的独立性 还有 关于 虐待和酷刑 律师的调查结果有什么 而他们的罪名就是替这些上方者说话 我也知道时间不多了 我还想借此机会 谈谈工业的第三条 这涉及到驱逐 引渡 特别是这个 不推回的这个原则 这是我们公益中的一项基本原则 根据委员会所了解的情况 我们对有关的指控做一些分析 很多来自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人 在中国或者是由于确凿的宗教或者政治迫害而逃到中国成为难民的 而中国认为朝鲜的国民是精进难民 有些时候他们被强迫 推回到朝鲜 对人遭受酷刑 强奸 强迫奴役甚至被杀 只要他们一回朝鲜 就会这样的命运 而且一些妇女遭受了强迫决议和残杀女婴 虽然这方面没有准确的数字 但是据估计可能有几千人面临这样的命运 全国从神说 朝鲜的国民是受两国之间双边协定管理的 根据双边协定他们要被驱逐出去 这个双边条约难道比中国所承担的联合国酷刑公约的义务更重要吗 如果执行双边条约会违反委员会不推回的原则是怎样处理的 此外 第二国是否认为从朝鲜逃离的这些人士 由于他们会遭受政治迫害 还能被看成是经济的移民吗 联合国负责调查朝鲜民主主义民共和国侵犯人权的报道 认为中国使用不同的手段来逮捕逃到中国的北朝鲜的国民 他们报道说中国武装部队专门发起一些特殊的行动 对付北朝鲜的这些公民 而且惩罚那些帮助这些朝鲜国民藏身的人 而且鼓励更多的人检举 特别是那些打算叛逃到韩国的 有报道说武装部队专门采取行动去搜索朝鲜的国民 在这方面有什么保救措施 所以说你的时间已经过了 对不起我就讲这么多 以后我再说 Modvik先生请您讲25分钟 谢谢主席 我也想热烈的欢迎中国的代表团 我们赞赏你们所提交的报告 赞赏你们以建设性的方法参加和委员会的对话 我也赞赏中国代表团团长所说的 爹国还面临着很多挑战 最终是要消除酷刑 我的任务就是谈第十条到第十六条 然后看看爹国执行这些条款的情况 公益第十条要求爹国保证 关于禁止酷刑的教育和宣传 已经全面的纳入了对执法人员 和其他处理这个波罗自由人数的这个培训教育中 在这方面委员会在十三段十四段中 谈到爹国需要介绍一下都采取了什么措施 去执行工业的第十条 特别是每一个专业团体中 有多少人接受了这样的培训 比如说非强制性的审讯措施 尽早在医疗角度 察觉这个酷刑的迹象和不退回 我们要重申我们的请求 希望贵国能够全面的答复这些问题 包括说在居留所和监狱里面 所针对的这些人数有多少 还有在汇报期间每年有多少这样的人员得到了培训 还有对医疗人员 特别是在监狱和局所里面对医疗人员的培训 特别是这些培训是否包括 教他们怎样识别酷刑和虐待的这种症状 然后怎样做汇报 根据我们问题的第十四条 我们还希望了解一下这些培训是否对 制法人员产生了积极的影响 这些培训系统的审查审讯规则指示方法和实践 以及关押的方法和对剥夺自由人士的待遇 从而防止酷刑 这特别涉及到保证被剥夺自由的人士 不会遭受酷刑和其他残酷 非人道有人格的待遇和惩罚 在这方面我有很多问题 都是在中国的这个居留的做法 但是在谈这个居留之前和警察的行为之前 我要具体的问一下 公开的政府信息管理制度 在涉及到国家机密的时候 法律给予的这种例外处理 以下的这些信息中 这些都是委员会报告有关的 哪些是涉及到这种例外处理的 涉及到正式的警察和检察院调查之后的事件 对警察行为的调查 对这种刑事犯罪的拘留 和这个审讯室里边这个闭露电视 声像录像的问题 我们注意到第二国很多情况下都没有答复我们所提的这个问题 是不是因为这些内容中的某些被看成是国家机密 如果是的话 请告诉我们哪一部分是国家机密 关于调查在公安期间死亡的情况 在对我们第15个问题的答复的时候 第二国说 公安期间的一旦出现死亡 检察院将马上独立 客观的进行调查 在随后的答复中 我们可以看出 如果由于生病死亡 这个监狱只会提供一个医疗的见证 如果这个检察院怀疑这个医疗的鉴定的话 他能不能要求进行重新鉴定 如果是这种情况下 应该有什么样的程序 让这个检察院去调查这个死亡的原因 此外请您谈一下 有多少情况下 这个检察院推翻了监狱所提供的医疗监定 委员会在问题中还问过 对公安期间死亡的调查情况 不管是自然死亡 还是非自然的死亡 但是第二国没有对此做出答复 请您向我们提供有关的材料 在公安期间死亡的时候 有多少情况下 亲属不同意这个检察院的结论 在什么情况下进行了新的调查 有没有任何规章 要求这个居留所 保留必要的这个文件和证据 以便向亲属通报有关调查的结果 在16的问题中 我们想问 都采取什么措施 定期的审查 这个居留所的医疗设备 我们也希望 结果能够澄清一下 都采用了什么样的标准 来说这个患病是严重的患病 而且根据有关的规定26条 允许这个医疗的假设 这种考虑完全是医疗方法的吗 我还有我们接着 杜古希先生问的 关于律师的问题 代表团团长已经谈到了 律师的作用 得到了特殊的保护 因为委员会了解的情况是 现在跌国正在使律师行业 而且特别是在 涉及到境外人权的案件的时候 工作很难 我们知道很多律师被逮捕 而且无法和外界接触 被关于在秘密的地方 连他们的亲属和公众都不知道 他们无法再见其他的律师 而且他们的行业制造 一年就得延长一次 这样的话就很容易 不延长那些维权律师的 营业制造 此外委员会知道 律师尤其经常被指着 于在这个法庭知识 我们想知道 有什么样的标准 来判断律师犯下了这样的罪行 请您向我们介绍一下 对这种在法庭知识 是有什么样的具体的层处 委员会还问了 对八个有名字的北国人的身体状况 江原明和这个 庚普卡茨 庚普浅 这两位藏人 我们也没有了解任何情况 我们希望能够看到有关的材料 此外 我接着Tugushi先生所提的问题 讲讲这个秘密关押场所 我们在问题单第十八个问题中 谈到过这个问题 委员会听说 在很多情况下 可以有不同的方法 不通过正当的法律框架 而去关押人 甚至这种 关押根本没有任何法律基础 包括法律教育这个基地 还有Tugushi所说的黑域 非法软禁 这种强迫的 关押到精神病院 还有强迫戒毒所 收容和教育 和Tugushi先生所说的 这个双规 这个问题 这些做法实际上给警察 很多可能性 在不同情况下 在没有问责制的情况下 逮捕被拘留的人 我们委员会希望 谈谈在法律和徽章上 这些拘留人 有什么样的法律基础 有没有这个司法复役 的规定 有没有法律上的保障 有没有这些时间上的规定 请您解释一下 中国是否已经建立了 机制去有效的 防止和层处 在办案中心之外 所进行的这种审讯 那些机制政府建议 来避免酷刑和虐待 对这些监禁的场所 还有预防 这种拒绝与外界联系的这种监禁形式 并且在问题单里的问到的 第二个没答的问题 请告诉我们有多少官员和个人被起诉 因为他们非法的进行秘密监禁的场所的活动 结果是如何的 更加具体的来说 请告知 调查那些秘密监禁场所的情况 包括 对李维伟的强奸 还有黄德兰 在13年死亡 还有 在这个李苏联 2010年的死亡的情况 另外按照2010年刑事诉讼法 73条 一个新的措施 一个犯罪行业人 有可能被监督住所 在某一个地点 这样做 这实际上有可能和 这个嫌疑人的住所是不一样的 那么这些新的措施 为什么是必要的 那么用那些基本的保障措施 来告知 家人 这些被监禁者的下落 来保证不会有秘密的监禁 这种选择使用给警察 更多的权利 而没有问责的机制 来监督 那么在委员会的清单19条里头 问到使用单独监禁和约束警戒 包括在这个强制戒毒所的情况 感谢您在问题单19段里头 所答的问题就这种单独监禁的情况 以及在这种隔离戒毒所使用这个约束措施 就是监禁措施这个单独监禁的问题 这种被压人他的安全的风险 是第一类的情况 那就说被监禁者说被在压人表明 他有可能有自伤或者是自残或者有暴力的情况 或者是有可能逃跑或者是有其他的情况 那么第一类的人和总体的数字有什么样的比例 请指出最近一年里头绝对的数字是什么 多长时间可以把一个在压人监禁 请指出在这种单独监禁的情况之下 有多少在压者的统计数字 请解释一下国家的标准 就这个规定来在警察所在审问之间 和这个过程之中使用这种器件 比如有这种审问仪 在第二国报告19段里头所指出的内容 这是按照国家的标准 那么这种审问仪为什么是必要的 并且使用这种审问仪的情况 并且统计数字指出这种审问仪在警察局 使用在报告阶段使用的情况 感谢你们指出对监狱和监禁场所的查访的问题 就是这个独立监督机制 让他们要完成预防酷刑的做法 是让他们能够对所有的监禁场所都能够访问 并且要和被再监禁的人进行对话 并且提出建议给官方 那么刑事方面的机制开放 这是比较好的 但是委员会希望能够了解 迪约国是否考虑这种建立机制 特别是在警察局来保证适当的法律 能够得到遵行 在二十二的问题之中 我们问到了检查机制和其他机构接受的一个酷刑的 这个申诉和过分使用无力的情况 感谢就起诉和定罪方面的统计数字 并且还有问题就这个收到的举报 您指出的是在热线方面的数字 但是呢 请指出这个整个的数字 这个酷刑有关的申诉 来自于各个方面的各种方式 对每一个罪行的报告的情况 我想大部分的这种申诉 不是通过热线来报告的 来检举的 所以这个数字呢 会实际上比较高 我们获得信息说 警察有的时候不接受这种举报 所以应该考虑建立一个完全独立的机构 来接受这种对执法方面 过分使用无力的情况的举报 我们还希望能够了解 有许多这个调查官之中 医疗检查进行 并且进行这些检查的医生 他们跟哪些单位有关系 并且是否按照这个议定书的程序去做 在这个72段里头 我指出这到08年到11年 检查机构处理了 侵犯在压人权力158例 包括191个人 这是我要问如下的问题 那么有多少举报 报告这些被监禁者和囚犯被侵权的行为 有多少进行调查 谁进行了调查 就纪律方面和刑事方面的处罚 结果如何 moving to article 14 就康复的这个权力的问题 这是在一般性见论第三里头指出 这种康复赔偿是可以提供谁 并且在这个报告期间有什么样的情况 并且呢就像问题丹所要求那样 这个统计数字就赔偿和补救措施 给予酷刑受害者和虐待受害者的家人的情况 我看到团长发言里头已经谈到这问题 但是我们所希望的信息是涉及酷刑和虐待方面的这个赔偿情况 我们最后还想问一下 就酷刑受害者他们权利按照公约的要求 获得赔偿新的国家赔偿法 是否提供各种形式的赔偿给酷刑受害者 进行赔偿 是不是包括公约里所反映的义务 就这种限制 对这个酷刑赔偿是否有限制 我们收到的信息就是说 独立的非政府组织 实际要面临更大的风险 如果他们给受害者提供赔偿的话 那么我们希望请评论一下这个信息 包括政府如何能够保证非政府组织能够自由地进行工作 包括给酷刑受害者提供康复赔偿 就15条 这种强制性的措施 就是感谢你们提出这种刑讯逼供 结果排除之外的情况 我们希望知道 这个刑讯逼供多么经常 并且法官在法庭上排除有多少经常 我想代表好像说的有198个案例是14年的情况 请确认这个数字 最近人权监督机制的分析指出 150个判决在14年头四个月 也都指出 这里有400多个指出酷刑的案例 但是呢很少的被不受理 实际上在正式的报告给法庭的只有12% 实际上需要进行这个调查 现在198个案例 有法庭排除在外 但这个统计数字是令人满意的嘛 现在还有许多的努力要做 要这个15条的公约才能够真正执行 委员会注意到做出努力来确定 对这个嫌疑犯这个图像 身上的记录 这些记录的结果如何使用如何的监督 谁看这些录像 录音 是不是随便的抽样 还是只是由监督机构来看这些记录 委员会希望能够了解 警察人员把这个嫌犯挪到这个监督之外 然后给他们酷刑 又把他们带回到这个监督区来 进行这个审问 那么是否有任何的时间限制 对这个审问有时间的期限吗 还有在酷刑之中 有一个要求 爹果指出具体案例 感谢你们回答两个内容 我希望就剩下三个案例 也要做出答复 就这个邮萍注意到 这个在收押的时候 实际上开始的体检 没有受伤的情况 在那个时候还没有开始审问 那么是不是请指出 在审问之后的医疗记录 再到这个在压场所的地方 是否表现出来有受伤的迹象 请告诉我们 在这个排除案例之后的医疗的记录 就是说这个 对这些进入和走出在压场所的 这个医疗检查如何进行 是否包括有这个证据的数量 能够确定刑讯逼供的情况 那就是说被告者 他们说他们没有被示意酷刑 或者医生是不是说没有任何迹象 那么如果要是一个录像 对一个审问的录像是否能够 就是充分的证据来表明没有酷刑 就16条我要感谢你们 就刘晓波王德邦 张祖华 徐一生和刘莎莎 和陈光诚的情况 现在这里提出的这个标准 来指出这个破坏国家政治权利 是煽动破坏政权 聚众闹事造成严重结果 冲击国家机构 破坏公共秩序 寻寻闹事 还有自从08年以来 在剥夺自由的这些情况 我们希望冲击国能够指出 这些犯罪他们是按照什么标准 我就讲到这吧 谢谢 感谢莫德韦先生 我现在请贝勒米女士来发言 请贝勒米女士来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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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表示热烈欢迎 约国的代表团参加会议 在我国的文化里头 我们说要寻求科学必须要去中国 这是我们科学的基础 所以我们去中国寻找科学的来源 这是我们面临的一个非常伟大的国家 有文化 经济 文明 具有政治和文化的巨大的影响 所以我说我们面临的中国是具有悠久文化的 在国际政治领域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 刚才两位报告员提出了一些重要的问题 那么我也想参加这个讨论 来谈一下这个法律的方面 首先 就这个香港 讲一个问题 就这个法律的解释 是 我们听到这个就香港来说 解释基本法 在 在 这个国家的 这个委员会主持之下 这个原则是立法会 是在 香港的法庭呢 是 接受这一点 那么 司法体制在解释 条款 宪法之下的这个条款解释 如何进行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谁做什么 就有耶稣利的解释 这实际上是 这实际上是 由基本法确定的 这个机构 来进行 从政治角度来说 我们可以做政治解释 但是呢 它不具有约束力 而就约束力的是 司法体制所进行的解释 这是我要说的第一点 另外一点呢 就是说在法治之下 我们需要问我们自己 谁负责什么 换句话说 是不是每一个行为方 都有他们自己的职能 比如说 这个帝约国的刑法 这个刑事的体制方面 我们看到 法官和其他国家的法官地位 似乎不一样 这种法官缺乏独立性的情况 来自于一个事实 那就是说 对一些决定 这些结果啊 没判就可以预测 是可预测的这种判决 所以呢 我觉得 在这个法庭 方面呢 有一些不正常的情况 警察可以 为所欲为 当然有这个内部监督系统 在发挥它的作用 是可预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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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对虐待和酷刑有一种 辩解或者是有种许可 大家要记住 因为这种监督是内部性的 因此 我们觉得这方面会存在一种 有罪不至的余地 所以 这好像 这已经成为一种 惯例性的 因为订阅过 在委员会中 已经做了 减审的要求 但是这内容是一样 公安全部 相对于司法部来说 他们优于 优先于这个要求 因此呢 这方面有个行政居留系统 行政居留以不同形式存在 但是 关于责任和权利方面 没有明确的定义 没有明确的分工 因此呢 这方面不清晰 因为这种不清晰状况 会造成有罪不至 新的行事诉讼法 第七十三条 在设计强迫失踪 是从法律上角度来说 是有可能的 因为不再要求警察通报 在押人员的家属 不要求他们通报下落 因此呢 警察可以扣留六个月 把他们扣押在 没有套路地方的拘留中心 这是很严重的做法 要求重新审查 把迪约伯的权利分配 警察 拥有这样的权利 他可以罗生 搜查 实行粗暴 这种现象存在 另外 还销售 酷刑 刑具 这会产生油耗的影响 棍棒 和其他的刑具 会使人的身体畸形 谢谢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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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席 我说 这种法律条款 是如何实施的 最近 中国采取了措施 防范 酷刑 其中有 经过修正的 行事 公公安部门 处理刑事案件的程序规定 这是公安部 于 2012年12月13日 要预告颁布的 根据这一程序 我引用 使用酷刑来逼供 是严格禁止的 通过暴力威胁和其他非法手段 获得的陈述书 应该被排除在外 那么很有趣的是 公安当局的人员如果违反这种规定 会有什么惩罚 有没有一些例子可以说明 这种公安部门人员违法 违反这种规定 代表能否给我们举几个例子 这个报告有一句话 就是93段 这是定期报的93段 说 法官 2011年6月26号 有六个警察 被判刑循逼供罪 报告说法院 另外 另外又 对每个人实施了相应的处罚 请代表团详细介绍一下 这六个公职人员 每个人受到什么单独的处罚 因为他们被判有罪 根据报告 监独警察 英文把他判成警察 实际上是监狱工作人员 他如果违法规则 在监狱中 这些人的违法行为 是否交给司法专局来做刑事控告 如果他们的 而他们实际上的行为 是构成了犯罪了 请代表团举几个例子 说明 对检察的工作人员 做出刑事指控 因为他们违反了 违反了他们相关的规章制度 并通报他们的处理结果 在预防库刑的安全保障措施中 还有监察部门 就是在居留所设立一些监独部门 专门受理与库刑相关的案件 请代表团举几个最近的例子 说明这些部门 对酷刑案件所采取的行动 并显示 是否 由于调查结果而 提出了刑事控诉 报告57段 说 就是随机访问 就是没有安排 有人大代表 随机访问 以及政治协商的代表 各个层次的这种代表 可以不足安排 访问 居留场所 这些视察的结果是否公布 由哪个部门 收取这种报告 他们的报告有何后续跟进 同样 报告提到 所谓的 特邀 特邀 监督员 就是刑事拘留所的特邀监督员 它是个独立机构 来捍卫被拘留人员的合法权益 所以 根据报告说 有一万多这样的人员在全国 这些人是否对自己的活动 调查结果编写公开的报告 如果他们发现 在亚人员的一些权利被侵犯之后 他们会怎么做 他们的活动是受谁的 哪个当局部门负责管制 另外 还有报告中提到 刑事拘留中心的 刑事拘留中心的 拘押里面有个公安部 民政部 在2011年颁布了一个条例 它的报告说 这个条例的目的是 规范程序 规范调查 羈押期间死亡的案件 的程序 现在这个条例颁布已经有三年了 就是 拘留期间死亡案件的调查结果如何 有些死亡是由于 暴力行为造成伤害引起的 虐待酷刑引起的死亡案件有多少 2012至2014年期间 有多少的案件数量 我希望能够得到这方面的准确数据 您知道 有法律条文比较好 但是 能够了解他们在实际中的实施情况会更好 最后一点 中国 中国 对本位员会进行 调查的保留 就是 本工业 有这个要求了 我要说 调查程序 完全是合法的 因为工业28条是允许我们这样做的 这里是不容讨论 您时间到了 政府的动机 或者政府是否愿意重新考虑或者考虑 撤销 这样的保留意见 谢谢 Broni先生 Doma先生 请发言 谢谢 谢谢主席 我热烈欢迎 强有力的代表性构成很好的代表团 但是 我们显然 我们在实际上是一个巨大的国家 同时它也是一个文明 中国 在立法方面 采取了重大的举措 确保一种社会的 确保社会的权利 我谈的是 律师法院的独立性和 公民能够输足法律的机会 这些都也需要打击 父亲和其他产业 不容认到有人工的处罚 这些都是相关的 我们今天上午听到 有司法救救不救 这个说法 根据中国 人工的地区 借的 所以 我们下午 也会不防止 发尸 马上 arna 说 说 小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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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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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知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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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知 Thank you very much. Like Mr. Guy, I've been here before, and I welcome the delegation. It's actually the third time. And I've noticed changes in the law, and we're going to continue inquiring about its implementation, as Mr. Bruni and others have mentioned in the last... Thank you. Can you tell us what has happened as a result? What, if any, disciplinary measures, prosecutions, and punishments? Now, Mr. Togushi began to discuss the police repatriation of North Korean refugees and their forcible return. Reports of torture, prolonged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in some cases even sexual violence and forced abortions on return. You say in the reply to our list of issues that the illegal border crossers cause harm, that they don't meet refugee requirements, and don't fall through the terms of Article 3. Well, that's exactly what we're here to discuss. I read the report very carefully, and I don't see any evidence that such persons have a refugee status determination procedure when they are in China. Can you clarify if they do? No, I'm asking about this because since the last CAT review in 2008, there have been over 100 testimonies received by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sources from North Koreans who were forcibly repatriated from China and from former prison guards as well. They describe torture, arbitrary detention, and other crimes after repatriation. Is China continuing the practice of forced returns despite the mounting evidence of what happens to these people? And can you please clarify for the committee first, how many North Koreans are forcibly repatriated each year despite China's obligations under CAT and the Refugee Convention? How many of these are women? In view of the agreement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 High Commissioner for Refugees, allowing them to be present in Beijing and screen asylum seekers and your obligations under the Refugee Convention, why isn't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Commission for Refugees allowed at the border in the Northeast to screen those coming over? Why is there no monitoring of what happens to these people, particularly given the reports and testimonies of torture and abuse on return? Second, since the 2013 law on entry and exit which allows asylum seekers to remain in China until their application is screened, how many North Koreans were permitted to remain in China under humanitarian considerations? And what sex and age are those persons? How many remain in total? What is their status? Third, does China believe that North Korea's criminalization of the right to leave is in keeping with international human rights standards? And if not, why is the government colluding with the North Koreans in turning people back when they face such severe punishments? And finally, the United Nations High School of Refugees We're all that if not, because it is not someone els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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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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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eTIK I know you have informed that it has cracked down on an extreme number of obstinate Falun Gong elements. The committee would appreciate a more detailed account of these cases, how the Falun Gong members were treated and what is their current status. Is the government planning an investigation of the serious acquisition of organ transplants without informed consent? Thank you.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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irst, I would like to give you an answer to the interpolation of the relation against the structure i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at interpolation is very complex. And it seems that the work for Angela is very complex and in a certain extent great. And it is very complex. It is very complex. It is very complex. You have to work for a class. And then we have the idea of truth today, of saying, today. So, consistency. 所以,我会想要提供的问题 第二部分就是介绍的组织理组织理织的组织理。 We will continue to provide our experience and advice in terms of how these developments proceed. A couple of things are the following. Defense Lawyers have a right to meet with lawyers except in cases of national security, terrorism, and the driver or something like that. But I have not been able to find that the accused have the right, the detainers have the right to meet with lawyers. Then it seems that there are restrictions when we consider asking for the meeting with clients. Are there, for example, interpretations that elaborate restrictions? Another problem that I found was this in terms of what are the judicial proceedings that allow the defense of the law of any union that has been accused of a crime against security to complain the fact that by the lawyer itself is a self-assurance that there is a termination of national security that we are working to contract this law. I also noted in the answer that it says that the administrative agencies would provide access to the lawyer once the obstacles for the investigation or the reasons that they write to the probation and to the exclusion of the lawyer have been arrested. Again, on this provision that we have, of course, limited state of law. We have seen in numerous countries and societies that face a serious problem that there are policies and crimes against the security of the states that have these circumstances of the operation to exclude the operation from the ability to provide defense. but in accordance with the investigation, the expedient to do the incident, they look to the law to not exclude from the basis of administrative determination, the right of access to the lawyer has been very, very important. So, my question is, what legal settings exist for people that have been accused of crimes against insecurity, including terrorism, including terrorism. And again, I was impressed that we were very involved despite that election and see, the U.S. press order in the name to support the military in the right field. The terrorist is expressed, they are not in any way supporting any people in the right field. that should be in our response. There have been very tragic results, but that has been, when we see, there have been issues in the right field. Now, my colleagues also have expressed belief to get to the right field and demand for a recession and the reasons that they have done. So, particularly in the worst cases involving security, the access of knowledge, there are the two reasons, involving what can be said in power, in a situation that can be simply determined by an administrative leader. So, that, I think, will come to our position and I will be interested in this. And sometimes, torture is confused with the problem involving only people. Our experience of women, they are important. So, our experience is just, it's a belief that the market support, of course, is not only the political thinking, but the policy. So, in general, I think, for those of us, we have to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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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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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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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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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司公司和其他人在公司公司公司主席 此行例,在公司公司公司的參考 公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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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公司的合理 在公司中的兵器是指出那些部份 最有很多建議在I,包括十分批評 一些這些事情經歷這些事情是犯法的犯署 惡可能註冻署 以前面的註例 還可以印記著 兩者評論 muitas焦 اسつ聽話 記憶是234 有234 236 亡反財 我們不可心 古重註註 導致論 可以发展令到判会 join感觉 在可否则里面 Give 一些大感受笔儿鼓到 tend 是《性调刹而刷》的1係 夫人揭セ这一会是 一张的状态,关于危险的状态所在相关的状态 现在我们现在移动的问题在《2》中的问题 根据的反应,在国际上几个忧生的公图 香港有几个传统论制作品 他们做得更好保护的利益 所以, Equal Opportunities Commission, Privacy Commission for Personal Data, The Ombudsman, and Legal Aid Services. The Human Rights Committee押忍, Hong Kong's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取得步步上方法, Yandere立法, i ansarmiей方, ины立法 and正確。 Nufiældlde explain and provide more information 如何努力的方法和緊急凝困 如何政府保持公共一切反应 也许由于区域重新有任何公共建议 可能在香港遵集的公民党施做破坚法 您仍向政府提出的行政 推置的自由访防御定 这是区域的更新的关注 请我们收到更多声课 που会发出帮助呢? 请在香港网维提出最近的提出提出提到 parc论者通过来的新制裁讯器的SUNC, b Lizzo,转发务讥质罢了执行。 请可以赞予更多的提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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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论者, 包括他们的领土业帮助理所帮助理所致行的 Прав bok RUS 500夫人 侵 fabric, gegen ACHCR, in Devold WHO contract place and other concerns stakeholders in the Admiralした larば and follow-up to the unified screening mechanism implementation. The committee requested an update on the measures taken and the proceedings in place to ensure that the law and the practice of Singapore Ter public 뒤 all persons dep에게 of liberty are guaranteed the right to be informed of the reason of the arrest, to have access to a lawyer of their choice, to contact family members, and promptly receive independent medical examination. In the response state parties stated that an arrested person will be notified of factual grounds as soon as possible. Please provide clarification on what is meant under as soon as possible and exactly when this right is affected in practice. Also you assured us that detainees have the right to contact relatives, receive medical examination, they have access to legal aid. Please also provide a bit more details on how state party ensures that these rights are implemented in practice. Also the state party states that in the event a person in police detention requests medical aid or if a duty officer considers the detainees in need of medical attention due to sickness or injury, the duty officer should send him or her to the nearest hospital. If all medical evaluations take place outside the detention facility, please provide the committee with information about the process by which the state party accompanies the detainees to the hospital or medical facility and at the same time ensures independence of the medical examiner and non-interference principle is observed. State party stated that those arrested during July 2014 protests were handled in accordance with established protocol. Please clarify what specifically the established protocol is and what is meant by the state party. Do I have one minute? Okay Also the state party states that all protesters had access to legal representation. The state party further states that 39 legal representatives met with the arrestees. Please provide clarification on how 39 legal representatives were able to address the needs of 511 persons arrested. And last but not least please provide information on how various complaint mechanisms are regulated between the disciplinary forces including police correctional services department, immigration department, custom and excise department as well as independent commission against corruption. There are only two cases. I will stop. Thank you. Thank you. It ise. May the public chair. My first questions are relating to Hong Kong. I thank you for the information about training and particularly in connection with the training in the Istanbul Protocol. I have a question. 是否是任何人的規定或是任何人的規定 需要人的使用这个依旧的状态 在某些情况下 向上的保持续据 在项目的16号 我们请到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请到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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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请到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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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请到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在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请到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在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提供报道 请到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在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请到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请到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在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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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在法庭的公司提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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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法庭提供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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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供报道 提供报道 我们的结果 提供报道 提供报道 在法庭提供报道 这样有助于 提供报道 提供报道 我们说 将会将将会 提供报道